台北东区福庆团IPP即国际主委John 在2009年11月中旬 与台北地区福庆团代表一同前往新加坡 参与一年一度的亚太福庆会议 这是由国际福伦社 专为亚太地区的福庆团举办的一项活动 希望促进各国文化交流 让各国福庆朋友们彼此之间能有机会进一步合作 期盼他们未来能筹划国与国之间的联谊活动 第一届的亚太福庆会议是在香港举行的 至今在新加坡已经步入了第六届 而每年参与的福庆朋友都来自世界各地 而今年中国的福庆朋友也前来共襄盛举 不管是来自台湾 印尼 菲律宾 还是马来西亚等福伦青年领袖精英的参与 在相互交流与活动课程中大家都受益良多增广见闻 最主要的还是认识了许多世界各国的好朋友 我是觉得其他国家的福庆团他们比较偏重于在服务的部分 但服务的部分偏重比较多 那这跟我们是比较不一样的 那还有就是说其实很多国家他们的学生团蛮多的 很多是大学的学生团 那跟我们的形式也都不太一样 那其实之中很多就是值得可以去做参考 而且其实像亚洲很多国家 他们可能就是国民走得还比较没有那么高 那他们做的服务跟我们的服务的形态也不一样 那或许我们都可以跟他们产生一些国际 就是可以产生一些合作 就是可以去帮助他们一起进行一些联合的服务进行计划 2010年的亚太福庆会议将在澳洲雪梨盛大举行 如果您是30岁以下的青年朋友 也欢迎一同参与这项活动 这不仅是一次跨国之旅 也是认识好朋友增广见闻的好机会 对啊因为参加那种服务进行的活动啊 第一个呢除了可以练习英文之外呢 而且可以多认识很多不同国家的朋友 那你整个视野会打开 那我真的认为就是APRC是 整个服务进行人的生涯之中一定要参与的一段 不参与实在是非常非常可惜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